首先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建議第一步的話 是先把這個資料裡面 全部都不要讓它有所謂的全型的英文 也就是說把這邊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把它轉成半型的 這個是第一步 那怎麼樣第一步的話要怎麼做 一樣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你就插入什麼 插入文字類裡面的ASC 把它全部轉成半型的話 直接就用這個函數給它儲存個資料 裡面就不會有全型的英文字了 所以第一個步驟的話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的話 一律就不會有這個全型的問題 第一步就解決了 那第二步的話要做什麼呢 第二步的話我們再來算一下 就是說這裡面的字 到底有幾個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有幾個中文字的話 那就很簡單了 就是我們第一個 可以先用LENB 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我在旁邊先做一下 旁邊再插入一個什麼 用LENB 那你說LENB 跟LEN有什麼不一樣 我剛剛講過 我們用這個來算一下 也就是算這個裡面到底有幾個字的話 如果你用LENB的話 它就算Bite數 那實際上這個裡面應該是13個字 可是因為資料庫中文它算兩個Bite 其他的話 因為這邊就不用管全型的 反正這英文字跟數字 一律都是一個Bite Excel目前的版本是這樣子 不過未來有可能會改 不過目前沒改就這樣 16對不對 那如果你用LEN的話 後面不是我們插入環數 就用LEN LEN的話 算出來應該是幾個 應該是13吧 有沒有 所以呢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後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 16減掉13的話 那不就剛好三個字 那如果三個字的話 那我再提取前面的三個字 那不就剛好得到我要的 所以這個不就是我們要的公式了嗎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做 很簡單 我們就把剛剛的公式 我習慣 接到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 就會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放到LEN B跟LEN裡面 OK 這個把它剪下來 剪下 OK 然後插入環數的話 我用第一個先用LEN LEN B 所以LEN B這邊找到了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那它算完16 OK 再來的話 再剪掉 用LEN B再算一次 那當然 你說要再做一次公式 那倒不如怎麼有個方法 比較聰明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乾脆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之後有沒有 那因為LEN跟LEN B的公式 這個這個 這個函數名稱就差一個字嘛 那你就把它 delete掉不就好了 打個勾不就好了 欸 三個字對不對 那我要取得前三個字的話 那我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再剪下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將來如果你要做很複雜的公式 如果不用 不是透過charyb charyb可能沒辦法幫忙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用這一招 再把它剪下 有沒有 然後再插入第三個動作 再利用什麼 利用LAPT LAPT的話呢 就是從左邊算過來幾個字嘛 取幾個字 所以LAPT這個字的話在這裡 那要幾個字的話 再把剛剛的公式有沒有 貼到這個位置 欸 這樣子OK了 要三個字 所以利用LAPT 取這個資料的前三個字 得到就資料庫了 OK 按確定 那底下的話呢 我就向下填滿就OK了 底下的話呢 把它填滿 往下拉 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了 OK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最後的公式 不過這一題 主要是因為 charyb它沒辦法幫忙 所以我們只能自己來 OK 所以我剛剛分了 應該算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先用ASC 有沒有 先把裡面的全形 全部轉換成半形 第二個階段的話 就是用LENB 減掉LEN 有沒有 第三個階段 再用LAPT 那這個可能你要慢慢習慣喔 用那個減下的方式喔 不然的話喔 這個可能要自己重打 當然你如果要重頭打到尾 也可以啦 只是我是建議這樣很容易錯 倒不如你就是先做第一個step 做完第一個再做第二個 再做第三個 OK 那最後的公式 這段公式有點冗長啦 如果你怕做錯喔 你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101這個 如何留下中英文的 這個中文這個部分 那我又把它貼到這裡啦 公式 因為我這邊有解釋啦 因為這個charyb有時候是在不行 所以乾脆自己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step 這個稍微自己試試看喔 那甚至你也可以啦 把這個公式喔 把它轉成VBA 這個應該 charyb應該是可以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再 還給各位喔 OK